拿破仑在厄尔巴岛的逃亡故事引发了媒体各方的不同反应 最初被贴上科西加怪物的标签 而最终则被称为亲爱的皇帝 这一显著变化深刻反映了公众情绪的转变 以及媒体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 在川普的选举过程中 CNN的报道标题经历了多次变化 从对川普在摇摆州可能失利的恐惧 到最后确认其胜利的报道 生动展现了在选举结果不确定时 新闻报道的波动与复杂性 比格斯牧师的预言引发了广泛关注 他的准确预测使其在基督徒中赢得了高度的支持 在视频中有对他未来预言的探讨 以及这些预言如何与川普的胜利 及其未来影响之间的关联 川普在赢得大选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成为肩负神圣使命的领导者 他身上散发的圣灵光辉 显示出一种崭新的能量与力量 反映了他在新角色中的坚定信念 在大选之前 全球局势如同尼亚加拉大瀑布 面临着绝不可阻挡的危机 然而 神的介入改变了这一切 拯救了人类免于深渊 彰显了信仰的力量和希望 川普上任后重新启动了大量游警 带来了丰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 这一策略不仅缓解了美国经济的压力 还对全球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 推动了发展与繁荣 川普的当选被视为打乱 邪恶势力计划的关键因素 他的出现使得美国在与这些势力的斗争中 获得了必要的支持 从而避免了被其控制的悲惨命运 比格斯提到 未来以色列将在美国的支持下崛起 成为中东地区的强国 以色列将获得丰富的资源和经济利益 这将促成一个新的强大金融体系的形成 未来的世界将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 包括可能出现的新一轮大瘟疫 这场瘟疫的影响预计将比新冠疫情更加严重 可能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令人深感忧虑 比格斯提出的金融危机可能与人为因素相关 疫情被指责为人为制造的结果 这种观点引发了人们对全球经济和政治局势的重新思考 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深切担忧和准备 比格斯强调了准备生活必需品的重要性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和突发事件 通过囤积粮食和水等物资 人们能够在灾难来临时具备基本的保障与生存能力 视频中提到的四年宽限期 暗示人类拥有机会来改变错误的观念和行为 这四年将是人类建立信仰 追求正义和传统价值的关键时刻 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命运 川普的胜利使他成为历史上的重要变量 这次总统选举的结果必将影响全球格局 与八年前相比 如今的美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传统价值正在回归 信仰也正在复兴 川普的历史地位因2020年的败选而获得升华 此次的成功让他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 经历艰难考验后的川普变得更加坚毅 明白了神父与他的使命与责任 川普的新任命阵容中充满了强硬派成员 这些人将在其执政班子中发挥重要作用 川普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其不确定性 这对于应对流氓国家的挑战尤为重要 川普内阁强硬派的任命表明 美国将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 其目标是通过果断的措施来恢复美国的强大 尤其是针对被视为邪恶势力的中共 中共被视为美国衰落的主要根源之一 其对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渗透 尤其是在教育和商业领域 导致了知识界的腐化与社会多元化影响深远 川普将推动欧洲盟国增加国防开支 以减轻美国的负担 这一政策的实施将有助于重新平衡国际军事合作 促使欧洲国家在军事上更加独立于美国的支持